全油管最快新闻 苏州以7.9%的增速领跑 佛山1.1%增速靠后 省会表现先加9个增速落后 速身领跑 郑州反超长沙 经济总量保持竞争格局 省会经济持续下滑 值得关注 随着城市竞争加剧 地区生产总值 成为体现城市实力的重要指标 希望省会城市能够加大经济发展力度 提高竞争力 推动全省经济整体增长 订阅新闻急速的最先知小天下市